你好 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郭議員 你曾經有單選過一次高雄市的市議員 是的 也曾經做過調節委員會的主席 目前嗎 是 現在是 調節委員會的主席 三民區調節會的主席 市議員是在多久以前嗎 市議員是民國78年 當選 我們這一屆做了五年 到我83年沒有連任 沒有連任就停下來了 停下來了 那為什麼市隔這麼久 你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繼續來參選 而選擇在這麼多年後 又要想說出來參選這一次的市議員 那時候沒有繼續連任 所以就停下來 停下來我還是 社會服務的工作還是做調節委員 所以調節委員一共做了20年 又加了這兩屆的調節會主席 都是三民區的 一共做了到今年一共28年 我的任期可能到明年底才會到 開二屆繼續在做我們三民區調節會的主席 但是我是說這個時候 小孩子通通結婚了 我比較有空 我可以再做更大的為民服務 總共我民國60年當兵回來到今年108年 一共有103年 一共有43年出社會 調節委員會委員加主席 加五年的議員一共33年 我自己好像出社會工作創業時間有10年 所以我雖然沒有當議員 我還是繼續的為民服務 好像人家台語講的就是要做功德 做積德的事情 而且所有的場合 主要有通知我的 我還是繼續的在跑 所以我沒有中斷 我要選舉隨時都可以出來選 人脈都還在 所以我選擇這個時候在今年 現在再繼續準備 年底要參選 我們三民區的市議員 以五黨籍的社會人士來參選 謝謝 你為什麼這次用五黨籍 你原來是國民黨籍嘛 對 那你這次是以五黨籍 而且你的口號為五黨最大 對 你的這個理念是從哪裡來的 本來是國民黨籍 因為我們時間久了 年輕的都起來了 我們這個年紀大了 跟他們搶黨內登記提名 不大適當 以五黨籍的參選 只有我過資格 為什麼呢 你要有實力 而且你的過去 這四十幾年 你都要經得起稿園 沒有欠稅啦 沒有感情債啦 帳目給人家清除啦 沒有欺負人啦 你這個五黨籍的 人家社會對你的檢驗喔 更加嚴苛 我都合乎資格 也沒有犯罪紀錄啦 也沒有欺負人家啦 也沒有凹人家啦 通通沒有 所以我自己問非常的安慰 所以呢我出來選 得到很多很多 廣大的好朋友的支持 還有他們的肯定 這個是我自己出來 用五黨籍參選 主要的原因是在這邊 我相信 我有能力 也絕對會當選 謝謝 那我再請教一下我們國議員 就是說你在當選以後 你可以為三民區的市民 帶來一些什麼樣的一些 對他們有利的一些 有利方面的一些事情 我們這個社會在轉型 繼續在轉型 在進步 我78年當議員的時候 五年做的 為地方爭取的 種種的建設 現在都在 呈現在我們整個三民區 譬如講啦 民族路改頭換面啊 這是很辛苦的工作 做了六年多才完工 為什麼做了六年多 因為民族路 是民國五年就有這條道路 日本時代 民族路從建公路到南直交流道 做了六年多 為什麼 因為長期以來 日本時代它埋在馬路下面的管線 金方的管線 中油的管線 還有台電的管線 加起來一共有43種 以前買管線也沒有紀錄 也沒有好像圖 所以做一百公尺 算一百公尺 慢慢的都挖起來 重新再做 所以做了六年多 然後百姓都罵翻天 交通黑暗起 但是現在做好了 通通沒有車禍 要不然從建公路到南直 每一公尺平均都死了一個 車禍死了一個人 做好了到今天都沒有車禍 沒有人員好像死掉 也沒有財務損失 交通很順暢 大家開車騎摩托車 都很平安 這是我引以自己 在我們吳中益市長的配合下 做這一條 當時候就是做這一條 所以老百姓認為不方便 我們的選票差一點 沒有連任 還有好多好多的地方建設 馬路的扣建 種種 公園的扣建 為地方做了好多事情 我看我已經20年都沒有什麼建設 道路也沒有好像更新 也沒有繼續在開道路 現在做的工作 蘇貞爾做的工作 都是表面的 表面的工作 這個以後沒有再繼續開閉 主要的建設就是道路的建設 土地沒有辦法重用 以後在10年20年 這一些後代這個環境會很差 而且範圍空間越來越小 所以蘇政府的建設要有基礎建設 所以我當議員可以敦促蘇政府 把這些基礎建設做好 還有軟體的建設 以前我當議員的時候執行 希望各區 現在有一點點也不很好 要有圖書館大型一點 要有好像藝術家的表演的場所 有歌機宴 還有要開發展有地方的 這一些軟體的這個也是要重視啊 現在選舉都炒翻天 也沒有一點氣質 好像說為了選票不用取擠 無所不用取擠 這不對的 所以應該是 一眼是市民的表率 你本身要有那種基本條件 隨便沒有眼見的建議 而且在議會好像都是成情結黨 這樣不好 所以我是說 我們有責任 有義務 為下一代的祖孫 留下一個很好的建設的藍圖 一個基礎給他們 整個社會的風氣也需要改變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 還有更重要的 我們高雄市整個工商都很蕭條 經濟很差 現在要做牛都沒有離可離田 沒有工作好多都失業 經濟很差物價上漲 薪水都沒有漲 所以一些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我們為了使這些年輕人有工作 能敢結婚 有飯吃就敢結婚 養太太養得起 所以我們當議員也要敦促 蘇政府應該怎麼做 把我們高雄市的經濟 蘇政府能夠一個規劃 快點好起來 要不然繼續再存在下去 主事會的選舉什麼都不管 也不管這些低收入的屬佛 不管年輕人的工作機會都沒有 這個實在很可憐 所以我們認為我現在有條件 也有能力 身體還硬朗 可以再為民服務做更大的服務 雖然我當調節會主席 可以每個禮拜都調節很多案件 也是為民服務 但是我如果當議員可以做更大的服務 譬如講民主路一天看多少車子 這個跟大宗交流道 吳敦義市長的時候 就有挖了400公尺的地下道 到現在都沒有開 南北的民主路 那有共同管國 以前我當議員的時候就做了 你現在已經快20年了都沒有動 整個這個大宗交流到這裡交通很亂 這怎麼改善 也沒有一個議員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法 所以這個好多我是舉其中一個例 如果我當議員我就要怎麼做 把這個規劃辦法都講清楚都講出來 請市府能夠建議他快一點怎麼做 他現在都為了選舉什麼都不做 怕得罪人 做工程絕對會有一部分人 大部分人受費 小部分人要忍耐 我們為大多數人服務 不要為少數人 這個好像他的權益受損 就在那邊叫 所以很多事情 如果我們很內行 我很內行 我會做又會講 市政府當然會聽 所以我是說 我出來做 能夠為我們這個地區 無論年輕還有下一代 都有一個眼見 為我們三明區 為我們高雄市政 盡一份力量 我的意見到這裡 要講的很多 我講 等以後我當選的時候 再繼續講 好 謝謝 我們現在 我們三明區的里民有福了 選上我們郭議員的話 這個三明區以後 越來越好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我們郭議員 希望你高票淡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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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後請我們郭議員 就趁現在這個機會 來跟三明區的市民 拜個票好了 感謝我們港督電台 來我這邊採訪 現在還在園交學以內 可以像我們前高雄市 甚至前國的所有的觀眾 拜個晚年 希望今年馬年 事事如意 家庭美滿 事業成功 希望如果認為我 當議員過資格的話 希望你們挺我 五黨最大 而且也希望 如果我當選 你們給我更多的指示 建議鞭策 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郭議員 謝謝 謝謝